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 要來介紹 絕對值的最後一個主題 也就是可能是我們第一章的最後一個主題啦 大概有兩三集吧 那 絕對值三角不等四 你們看到的三角不等四應該會長 這樣子 但是我們先不理他 我們先來看這個問題 如果今天要你討論這個 絕對值X加3減掉絕對值X減2等於低 求低的範圍 那就說我們前面已經做過好多次了 我們在討論這個圖解的絕對值問題 在討論圖解的絕對值不等四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討論兩個絕對值相加和相減過 那事實上呢就是說 我除了在講義上降放之外 我在講義裡出的這個作業 也還有這樣的東西 就是希望學生在習慣圖解的過程中 先多看幾次這件事情 那現在在聽我講的時候應該很容易理解吧 折點X3跟2啊 那這個D如果卡在中間的話 它前後 它這個 到X3的距離 減掉到2的距離 那會怎麼樣呢 你如果剛好在X3的位置 到X3距離是0 到2的距離是5 這樣0-5是-5 然後隨著你慢慢的往2這邊移過來 這個就會見真 這個就會見減 移到這裡的時候變成是5-0 有沒有到-3是5 到2是0嘛 所以說只要你在中間這一段的時候 你的D呢就會在 正-5之間 有沒有等號看你要不要把 這兩點算進去啦 那我們現在這個是不重要 你算進去也可以不算進去也可以 如果你繼續往右走 你的X在2的右側 大於2的話 那你到-3的距離減掉 你到2的距離 減完就會 剛好剩下這一段 所以就會剛好是5 如果你在-3的左側小於-3的話 你到-3的距離和到2的距離 相減完 就會剛好剩這一段 的負的喔 是負的喔 因為他到-3比較近 所以如果在這邊的話 D會等於-5 換句話說 在整條束線上面 你的D一定會在正-5之間 這就是這題的答案 OK 然後 那如果是相加的呢 相加的一樣-3 正-2 如果你的X在中間 左邊加右邊就是5 你就算挪這邊 也加起來還是5 就算挪的比較靠近2 左右加起來也都還是5 所以這個K在中間一定是5 如果你大於2 到-3的距離 加上到2的距離 一定會超過5 因為他是5加2A 如果你小於-3 這兩個距離合起來 一定也是超過5 因為是5加2B 對不對 我們前面有做過很多次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 K一定會大於2 而且怎麼樣呢 且等號成立的時候 是發生在他夾在中間的時候 X在-3 到2的時候 等他會成立 K恰為其 最小值是5 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他的應用 有這麼四個絕對值 問你他加起來的最小值 那你說這樣怎麼討論 那我跟你講很簡單 先把他們的折點都找到 5-1 3-2 你可以稍微排成一條線 然後呢 我們兩個兩個一組 因為我們剛才討論的這個是兩個絕對值相加的情況 兩個兩個一組 但是從最外的這兩個 就最大跟最小合併 那我們來這樣寫 當 我們剛講的 這兩個絕對值 合起來要有最小值 一定是在X出現在他們中間的時候 如果在外側就會大過7 對不對 因為他們兩個距離是7 在中間就會剛好等於7 所以當X在-2到5之間時 那這個絕對值 X-5和絕對值X加2 恰為其 最小值等於7 可以嗎 中間這兩個 當 X在-1到3之間時 10 絕對值X加1 和絕對值X-3 合起來會恰為其 最小值是4 為什麼我剛才說要從最外側 就是最大跟最小這兩個 開始往內挑呢 就是如果你有6個的話 就從最外側兩個 再來兩個 再來兩個 可以嗎 那至於如果你基數可怎麼辦 我們下一期再來介紹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講呢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如果我讓中間這個要有最小值 就這兩個合起來要有最小值 X要再-1到3之間 這個時候 其實他也在-2到5之間 也就是說如果你剛才有遵守 就是我說從外往內挑的話 那你讓中間發生最小值 你外面就也會發生最小值 所以此時 這個也會發生最小值 所以所求 我們直接寫 為期 最小值 等於7加4 11 所以就是當 X在-1到3的時候 這個題目的最小值 是-1 OK嗎 像這樣的問題呢 那我們下一集會介紹就是 如果有5個絕對值的 如果絕對值裡面有 X不是1的 好 那在這之前 我們這一集都還用一點點時間 回過頭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 這要叫做 絕對值三角不等4 好 我們下一集也會再重新介紹一次 詳細的介紹一次 那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如果兩個數字 先加了再絕對值 他一定會小於等於 他們絕對值完再加 然後會大於等於他們絕對值完再減 這樣子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跟我們這裡講的到底有什麼關聯 其實我們是利用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兩個如果相減 會把X殺掉 你有沒有注意到 X加3減掉 X減2 剛好就變成5 或者 你用他減他減出來是-5 X會殺掉 就會讓我們取得一個數字 那你說 如果我這一題 我不要用相減 我要用相加的 他相加起來是2X加1 那我能跟你說 他也會 你用絕對值不等式也會成立 但是沒有什麼討論的意義 對 所以說 絕對值不等式常常出這樣的問題 因為他有辦法在這個加減的過程中 把X殺掉的話 他才會有特殊的結果 那 問題就是說 你如果要討論這麼特殊的圖形的問題的話 其實你不見得一定要用到 這個 三角不等式本人 那到底三角不等式本身 還有什麼其他的意思呢 為什麼他叫三角不等式呢 我們下一集再來講 那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